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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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建筑师的意念和创意 是很天马行空的 我们结构工程师 就要去为这些设计 去思考一些可行的结构方案 加上一些结构件 令到整个建筑物 都稳健和安全 结构件包括横梁、柱、结构场等 我们要通过精密的力学计算和分析 去拟定结构件的编排 除了稳固之外 也要符合美学要求 其实在很多项目上 我们都会遇到地理上 或者是设计的限制 例如在马安山室内 运动场的天幕 天幕有70米乘60米大范围的面积 在下面是不能放任何一支支柱 再加上地基和其他环境因素的限制 但最终我们都可以逐一把问题解决 将这个运动场成功建好 要令到楼宇稳健安全 需要力学的概念和精密的计算来配合 所以我们要对物理和数学有相当的认识 另外我们要具备精密的逻辑思维 去为建筑物编上不同的结构件 最重要 我们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去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